啦啦啦,我是723 今次来打我们未来3的月球 终于就到最后一战了 道具就开了我们的 土豪猫和追击 不停地看过一下攻略 最初也是,先存钱 有点紧张,我们终于可以从未来3 如果打完就可以很顺利地开我们的宇宙篇章 今次来带波特上来 感觉上是打一些未来2星相关的关系 带波特和水晶来,基本上应该是OK的 有此时可以叫这一战 波特还是走得比较快 所以看到他走,很快就走出风格 看过来带波特的衣服的样子 OK,出来了 那他的工作很快 那带波特上来就是想 希望可以暂停一下他的攻击 看看行不行 好像不太能打到 如果可以暂停他就会轻松一点 可能因为前面有一队 所以波特能打到他 哎,终于暂停到他了 那我们就靠波特暂停他 由水晶来出去弹开 看看这个方法可以有效 第二个多弹水晶来都OK 因为他们的CD等得比较快 感觉上量产的话也不算太困难 而且他们对面升 是有一个内打 没有那么容易死 加上内打 所以果然在这些卡里有一个行弹的作用 不过那时就好像只有一只小鸡 一只小鸡营兽的用 不过那时就好像只有一只小鸡营兽 希望水晶可以捱捱一点点 希望水晶可以捱捱一点点 cd再打一打 前面有一些小怪党 为什么水晶可以捱捱他 这些卡都在锅营兽的角色 这些卡真的全部都是乙性 所以如果打电子已经打乙性的角色 还会有没有弹性 我现在打电子已经打乙性的角色 那我们稍微去新生的位置 不过我们刚刚已经打完了它 那它就二星的巴哈就回来 那剩下这些小角色就没有问题了 打完之后就去插一下它 可以打完塔去了 好了打完 那是1799元的 也有个普通的保密技 Lun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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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um Saia 我觉得可以再打得好一点点 那我就重新打打 就有点优化了 希望比刚刚可以打得好一点 我们一起看看今次可以打得好一点 顺便可以拆下 刚刚不是拿了普通的宝物 如果今次可以拿金宝 最完美 叫波达出来 然后有水晶人 他们两个就双护双成这样 接着就放着白河者出来 最后就是天照 最后就是天照 先把他拿出来 就出来了 希望是波特暂停 先把他拿出来 然后再打波输出 好成功 这样就可以站成他了 刚刚有些位置 波特暂停到他 所以感觉上 有机器有时间 就让他打到有点位置 现在只要控制了他的 攻击速度 就可以做多一点的输出 或者已经可以打到塔 所以这一波的感觉就是 那个控制上的好一点 靠学者在后面偷偷打塔 好 好顺利 好顺利 那他就已经归一世了 那我剩下 就是一个十多万的塔 好 好 打完了 这次就高分了 那就 好太好了 拿来 金宝吧 然后呢就偷偷地 播回刚刚的 通关的画面 我们有个新的联组 哈哈 baha 可以进发 还有解放了本能 先拿罐头 然后呢 就去看看他那个 进化 OK 那进化成功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baha 最终的形态 看看图鑑吧 就是这样 其实月球三是比较早打的 然后我记得之后是打了一些 是狂乱系列的 就是 就用回我们baha去打 所以可能大家就会看到 baha 原来已经在狂乱系列上登场了 但是 现在才是看到他 就是那个 进化的画面 那大家就不要太介意 因为狂乱系列就 需要先出现 那我们就 试一试这个本能是什么 就将我们的小偷猫 就变成一个 MP了 看一看哪些角色有管能这个按键呢 有一个拉面王 好像 没有其他 看看有什么 选择 其实我都不熟悉这个系统 如果要升 应该升哪一只呢 以及升什么会比较好呢 如果可以 拖人大家 都给点意见 或者我最怕的文 那好吧 今次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